啊 嘿,大家好,我是翼王 歡迎來到這個輕鬆娛樂、搞笑、歡快、扯淡、放飛自我的這麼一個開箱節目 開箱異文錄的第四期 這是我們能開箱的這一個是我用1400塊錢在閒雲上面買到的半台蘋果的MacBook Pro筆記本 前幾天我在閒雲上面瞎逛的時候就忽然看到有人在賣這個蘋果的Mac mini主機 結果點進去看發現是沒有了顯示器的蘋果筆記本 看上去就非常的喜感,只有孤零零的下半身 價格是1400塊錢帶有半年的保修 按照賣家的說法是這樣子買回來比蘋果原裝的差不多配置的Mac mini mini主機還要划算 在閒雲上面這樣子賣半台蘋果筆記本的人還有很多各種奇怪的配置都有 也不知道是哪裡來的這麼大量的貨 所以今天我們就把這個機器給買了回來 看一看這個坑是怎麼一個回事 OK,基本情況介紹完,那麼就來開箱 啊,這是這個KINPIN這把刀這個硬度有點 這個銳利度有點 銳利度有點不是很夠 還算了 啊,這還是要上刀 KINPIN加油,你可以的 努力一下還是可以的嘛 好,我們的刀先放一邊 不行,還要站拿回來 還是挺好用的嘛 啊,太久沒用蘋果的這個東西了,分不出來是不是原裝的 感覺...不是很像 這也太薄了吧 蛤? 哇,哈哈 摸不著頭腦 我撕了這個標籤他意思還不給保修是吧 好,那麼我們來仔細的研究一下蘋果的這台迷你主機 首先來看一下整體的橙色 嗯,一眼看上去還是挺新的 因為蘋果用的是這個全鋁合金的外殼 然後做了這個磨砂這樣的設計 擦一擦之後 就不會很顯就 就用了幾年下來看上去 清理乾淨之後跟新的也差不多 然後就是這個肯定大家都非常關心的這個轉軸的地方 原本的屏幕就整個不見掉了 然後上面排氣孔的這個地方就貼了兩個黑色的東西 這兩個應該是WiFi跟藍牙的天線 因為原本蘋果這個設計是這個 天線是連在這個屏幕上面的 然後屏幕沒掉了就只能貼了兩片這個東西在這裡 轉軸我沒記錯的話 蘋果也是第一個把進出封口藏在這個轉軸下面的 以前的筆記本的出封口基本是在左邊側面 所以當時很多人都不知道蘋果的筆記本的出封口在哪裡 以為沒有 雖然現在這種設計已經是被普遍的採用了 然後把機器反過來就看到這個背面 這個地方有蘋果的型號標註、序列號那些東西 可以看到它的機器是A1502 然後整一個是沒有中文的 所以這肯定不是國行 可能是港版或者是別的地方的 外加說這台機器是2013款的i5的筆記本 根據這個A1502的型號 然後去第三方的數據庫查了之後 可以確認到它是2013款的Retina的MacBook Pro 這個型號是對得上的,沒有錯 順便再看一下機器背面的其他地方 螺絲這一代已經換成了蘋果標誌性的五角形的螺絲了 嗯,初看上去有擰過的痕跡 畢竟屏幕的轉軸整個都取軸了 所以肯定是拆過的,這個天線也是換過的嘛 整台機器四周沒有明顯的碰撞痕跡 這個保養的還算是可以 背面底蓋跟機殼的這個接縫位置 顏絲和縫,這條縫隙非常的小 蘋果的這個做工還是非常牛逼的 它對這個切割的要求準度要求很高 對比很多鋁合金外殼的Windows筆記本 蘋果這個做工明顯還是要高出一個檔次 就是只要你不考慮價格 蘋果的機器在這方面還是非常的強的 好,那麼把它反回來看一看這台迷你主機的頂部 因為沒了屏幕,所以這一面就變成頂部了 這裡的還是比較簡潔的,就只有鍵盤跟一個觸摸板 鍵盤的部分,因為那個時候碟式的鍵盤還沒有被發明出來 所以這一個還是最傳統的那個蘋果的筆記本鍵盤的設計 鍵程就也沒有最新的這麼短 按起來手感還是相當不錯的 雖然是6000年前的老機器,但是按鍵沒有出現卡頓或者是軟化 手感保持的還可以 鍵盤沒有明顯的打油,也沒有掉色 除了說明蘋果的做工牛逼之外 也說明原本的用戶保養的還可以 最多只是倒過水進去,沒有倒過果汁啊可樂什麼的 而且這個鍵盤還是帶有背光的 鍵盤的下面就是大塊的玻璃觸摸板 配合MacOS可以實現超級順滑爽快的觸控體驗 這個是蘋果一直以來的一個引以為傲的賣點 雖然現在很多Windows筆記本對觸摸也進行了優化 但是離蘋果的這個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因為是早期的型號,蘋果那個時候還沒有使用線性馬達來模擬按鍵 這一個觸控板還是用的是物理按鍵 整個都是按的下去,是啪啪啪啪響的 雖然市面上已經有非常多使用磨砂鋁合金外殼的筆記本 但是蘋果的這個給人一眼看上去的感覺就還是要高檔一點 可能跟這個採用的磨砂工藝有關 也有可能是外殼邊緣切割準度的關係 同時蘋果這個機身的硬度,這穩固度做的也是相當不錯 再加上這個整體外觀設計就好簡潔大氣一點 所以看上去就是印象就是非常的穩固可靠的一種印象給人 所以還是那一句話,蘋果的工業設計還是非常牛逼的 沒有什麼可挑的地方,只要你不考慮價錢 接下來看一下機器的側面 因為沒有了屏幕,所以整台迷你主機的厚度就變得很薄 大概只有1.2、1.3公分這樣了 IO接口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可以說是相當豐富了 有兩個USB3.0,有一個HDMI,有一個SD卡的讀卡器 左邊這裡還有兩個雷電2接口,是支持轉DP線輸出的 而且還非常難得的帶有3.5的耳機接口 同時它還是一個支持光纖、數字無損輸出的這麼一個複合接口 蘋果筆記本在音樂創作方面應用的還是非常多的 還有上面這個充電接口是蘋果筆記本非常經典的一個賣點 MacSafe接口,它是使用磁吸的設計 就是你插了充電線之後,如果你走動的時候不小心把線撞到了 那麼那個線會直接拖開,而不會連著筆記本一起帶到摔到地上 不過在最新的Mac Pro裡面蘋果已經把這個設計給丟掉了 全部用了統一的雷電3接口 好,基本的外觀都看完了 那麼就是時候把它拆開看一看裡面具體是個什麼情況了 好,OK 蘋果的這個底蓋只有中間這裡有兩個小的卡扣 周邊一圈是沒有的,拆起來還是比較簡單的 OK,拆開了,我們先看一下整體 肉眼看上去沒有說特別糟糕的地方 然後它可能進行過清理就還算是乾淨 就會用了這麼多年的筆記本來說已經算乾淨了 外殼的這裡有一個序列號,跟後蓋上面的居然是能對得上的 電池上標注是原裝的,沒有骨包看起來好像也是原裝的,好像沒啥問題 喇叭不見了,被拆掉了 但是街頭看起來好像還是好的 去淘寶買一個裝上去不知道能不能用 麥家也說了這個喇叭是沒有的 夢幻單熱管,蘋果拿單熱管壓過i9 所以壓個U字尾的i5應該是沒啥問題的 硬盤居然是原窗三星的這個SSD居然不是轉接的 無線網卡不是原裝的,而且它居然沒有上螺絲 就是因為不是原裝的,所以那個螺絲孔位對不上 直接就這樣子就能摳下來 兩條天線就直接連到了機殼外面因為沒有了屏幕 連接這一塊紫PCB的這條排線少了一個壓排線的這個扣子 僅有的這個扣子上面也有一些指紋跟生鏽的痕跡 這個地方空了一個插樓出來,而且底下是有插拔的痕跡的 之前這肯定是插過什麼東西,探視不見了 希望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吧 去查了一下之後確認到這一個是連到屏幕上面的 所以可能是攝像頭或者傳感器那倒還好 內存8GB焊在了主板上面 這個剛出來的時候爭議很大 但是現在很多輕薄本都是用了這個設計 大家罵著罵著就都變成蘋果的模樣了 這個接頭是原本就是空的 然後供電接頭這裡有明顯的鑽跡的痕跡 明顯是收過的 不過好在這個東西的功能比較簡單 而且這條線是可以換的 也問題不大吧 鑽軸的四周是好的,沒有螺絲打滑 或者是什麼暴力拆解的痕跡是完好的 然後這個視頻輸出這個接頭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台筆記本目前閒於二手大概是3000塊錢左右 看具體的配置 然後這個屏幕 淘寶單獨買這個retina13寸的屏幕要差不多2000塊錢 所以這台有可能是撞壞了屏幕 然後之後不捨得花錢修 我就把那個屏幕拆了,單獨把下半身當成一台機器來賣 其他零件的話 這個不是原裝的之外 整體情況其實比閃像中的要好 最重要的最貴的主板這一塊 目前沒有發現明顯的維修痕跡 等下我們把它拆開把整個主板取出來 看一下背面的情況如何 拆一筆記本的其他零件之前 記得先把這個電池要取下來 因為這個電池其實是膠水黏住了 所以要拆下來還是挺麻煩的 把這個供電接頭拔開也是一樣的效果 OK,動手 可以用來把這個畫面停下來 然後把這個顏面都适中 可以用來冷藏 可以用去內建把藥有碰巧 所以,我幫她的用來 大家快充填 好,要先把那個鹽嗎? 買封寶貝 這個維修 我可以用來 这块主板整体看起来的情况还可以 背面肉眼看上去没有发现焊接的痕迹 比较高的概率是没有修过的 但不代表没有问题 反面这里专门还有一颗内存颗粒 据说是给核显用的 顺便把这个硬盘也拆下来 看一看里面底下有没有藏着什么问题 看起来还好 顺带一提,这种硬盘是可以自己换的 没有加什么T2加密芯片 只需要淘宝十几块钱买一个那个转接头十几二十块钱 就可以放一般的PCIe的固态硬盘了 整体机器里面最贵的就是这块主板 这个型号拆机的都要上千块钱 如果这两个喇叭接口和这个视频接口是好的话 那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 另外这个硬盘 128G的苹果固态也值个一两百块钱 然后其他什么机壳、电池、触摸板那些也是值钱的 等等,这么算下来怎么好像拆了卖比整台还划算呢 不管这么多了,反正先装好装起来 然后开机看一看它的情况吧 好,现在这个笔记本已经重新装好了 然后我们也把它连接到了一台显示器上面 那么我们就来开机看一下它是不是还活着 没有显示 没有显示 哦,出来了 密码 哦,没有密码 好,现在已经开机进入系统了 没有装Windows好频 那么我们来检查一下这台机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左上角苹果,关于本机 这里就可以显示出这台机器的相关的信息了 这个序列号跟机壳还有后盖上面是一致的 这块主板居然是原装的 CPU型号是双核的2.4Gi5 通过命令行我们查出来这个确实是4258U 这个是没错的 显示器这一栏,这个是我们外接的显示器 然后显卡是英特尔这个Iris 但是现在的普通的英特尔处理器都是万年HD630了 内存8GB DDR3是双通道的,我查过了 然后存储空间 我就装了一点GIVA的软件就已经占用了一大半去了 128G现在来看真的是太小了 收到的时候操作系统就已经是装到了10.15的Catalina 然后我升了一下就已经是10.15.3了 然后在这个系统盖栏里面 它还有一个系统报告 里面可以详细地显示出这台机器的每一个硬件 我大致看了一下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先关机 只要不是太老的苹果电脑它都是带有自检程序的 就是按住键盘上面的第一字,然后按开机键 好,选一下语言 那么它就开始自检了 它会检查这台机器有没有什么问题 OK,检测结果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 麦家配给我的这个充电器居然瓦数小了 是不是原装的我不知道 但肯定不是原配的 显示器可能出现问题 显示器都没有了那确实是个问题 图形处理器可能出现问题 但是我测试过在系统里面各种显示特效都是正常的 然后机身上面的几个显示输出接口我也都试过,都没有问题 我后来去查了这个代码 VFD开头这几个都是跟显示器相关的 可能还是因为没有了显示器所以才报这几个错误 还有这个后面的NC-D001这个是摄像头的问题 摄像头也是在显示屏上面的 所以这一大块可能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没有了屏幕导致的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台机器的 显示输出有问题 在国外维修主板人工比较高 所以他们就不想收 就把显示器喇叭这些好的零件拆出去 当做卖,把剩下的打包起来当成一个东西 出口到中国这样子也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好的显示器装上去测试 这个就无从得知了 回到系统里面,在使用的过程中 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小问题 WiFi信号不是很好 而且2.4G好像连不上 不知道是天线的问题还是无线网卡的问题 3.5G接口插普通的耳机或者是音箱很正常 但是这个接口本身是有支持那光纤音频信号输出的 但是我插了线之后 并没有信号输出来 在系统设置里面是能看到它有检测到东西插进去 所以应该可能是那个发射的模块坏掉了 刚刚开机的时候谈出过一个错误的报告 但是它又没有说明白这个潜在的问题是什么东西 点显示报告它也没有具体的报告出来 后面使用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也没有再出现这个提示框 所以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他就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了 声音的话接个小音箱就能用 Siri我长得帅吗? 我的思绪从不在外貌问题上停留 嗯,Siri工作正常 嗯,跟iOS设备联动的这个隔空投送功能也是工作正常的 然后令我非常惊讶的是 虽然是六七年前双核i5加DDR3的笔记本 但是系统操作起来非常的流畅 包括手势的响应也很灵敏 反应速度非常的快 就有一点类似苹果iOS系统的那种操作体验 就是点上去马上就会有反应 不愧是买系统送的笔记本 我跑了一下Cinebench R20得分只有600多一点 嗯,只有9100F的一半还不到 硬盘就是普通PCIe 3.0x2固态的速度 当年很先进,现在就很普通了 顺带一提,制作这个苹果系统上面最多人用的硬盘测速软件的这家公司 最近发现好像有点眼熟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配置 有时候它的使用体验 就是给我的感受 比我这台8250U的小米笔记本 就还要好上那么一丢丢 也不知道苹果是怎么做到的 当然如果是涉及就是比较大量运算的任务的话 CPU上面的性能差距就还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我们也实际测试了视频剪辑,使用Premiere 剪辑1080P 50帧的素材 拖动和播放还是比较流畅的 基本操作的响应速度也还可以接受 就是文字工具拖动的时候就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卡 忍一忍的话也还能用 而且很神奇的是Premiere 它还支持这个手势的缩放、滚动这些操作 支持触摸板的操作 这个预览窗口也是可以缩放的 但是使用PR播放FUSHXT3拍摄的4K60帧的素材 就比较的卡顿了 基本上不可用 非常的卡 比较神奇的是用PR播放BMPC4K拍摄的BRAW 4K60帧素材 会非常的流畅 包括拖动啊什么的,四分之一比例下非常的顺畅 这还是套了LUT的 但是进行基本的剪辑操作 比如拖动这个文件的时候就还是会比较的卡顿 需要等一阵子它才会反应过来 操作起来就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如果使用苹果自家的iMovie 那么这个1080的视频拖动起来就超级无敌顺畅了 包括富士XT3拍的4K60帧的素材 在这里也能拖动 而且可以流畅的播放 富士XT3拍出来的视频是MOV格式的 不知道是不是专门为苹果系统优化的 最神奇的是这个时候我后台其实还开着一个PR在后面 但是并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使用苹果独家的神器FCPX进行视频剪辑的话 操作体验肯定至少比PR会强 就是它自带的128G的固态硬盘实在容量太小了 这里的素材我是放在这个外接的移动硬盘上面的 我还尝试了用Xcode打开我以前自己制作的 从引擎开始写的一个iOS游戏 浏览代码的这个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 挺顺畅的 代码输入提示和这个错误实时检测的这个速度 我感觉也还可以 而且这个iOS模拟器还能正常的工作 我制作这个游戏的时候设定的系统版本还是iOS7 就是速度会比实际上面操作要慢一些 但是功能都正常 OK,来到这个总结时间了 这台只有一半的苹果MacBook Pro笔记本的表现 其实已经远超我的想象了 它不光可以异常流畅地进行文字处理 网页浏览,照片查看等简单的办公操作 它甚至可以干一些重活 比如视频剪辑或者是编程敲代码什么的 跟它差不多配置的8GB内存的苹果真正的迷你主机Mac mini 价格要差距到2500左右 1400这个价格确实还是挺划算的 而且这个触控板,如果你单独买的话 二手也要大概200块钱左右 这台机器确实是可以让你用很低的预算 获得完整的Mac系统的使用体验 或者是进行一些需要Mac系统的工作 比如Xcode编程什么的 但是我依然建议大家不要去购买 咸鱼上面的二手苹果笔记本的市场非常的杂乱 就算是没有缺屏幕的,完整的机器也是这样子 苹果有一个习惯就是相同的模具它会连续用好几年 就是会出现很多外观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配置性能差很远的机器 咸鱼上面会有人拿旧款的型号,谎称是新款的型号 然后标一个较高的价钱 甚至还有刷写它的内部的型号,让系统以为是新款的 你需要对苹果的机器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才能避开这些价格跟配置不匹配的坑货 就算你买对了配置 也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拆过的,维修过的,有按病的机器 或者是经过水的机器,甚至是组装机 更不要说这种连屏幕都没有的,来路不明的奇奇怪怪的机器 在视频的前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在使用中就碰到了不少的小问题 虽然这些小问题对主要的使用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买到的那一台,问题是对主要使用有影响的呢? 虽然卖家给我承诺了半年的保修 但是咸鱼上面的东西,基本上当中没有保修看就好了 卖家很容易跑路 如果机器出现了问题,大家就不像我这样懂这么多硬件可以自己去处理 而且苹果的零配件维修起来更换起来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的 这种东西就和矿卡差不多,你实在没有钱 但是又对它有非常大的需求,抱着用一天赚一天的心态才适合去下手 那么这次的视频就one more thing 在过年前我们开了一波电源的车 结果两三天就卖完了,就很多观众没有上到 所以我们准备加开一波电源的车 会是大品牌、金牌、大瓦数模组的 预计过两天就会上架,大家可以先关注我们的淘宝店铺 扫描这个欧位码就可以到达 或者是到淘宝的店铺页面搜索翼王的长宝格 对,没错,就是那一个全店上下只有一个油费补差价的那一个店铺 后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上架商品,大家可以先关注一波 包括之前很多人问的那个迷你ITX机箱 因为工厂一直没有开工,所以也没有办法上架 在油管上面甚至有好几个老外来问那个机箱到底在哪里能买得到 我们会尽量想办法尽快把它弄出来的 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真的到这里了 点赞订阅小铃铛,下次再见,拜拜